职业精神 职业 但是就是你 但是所有人都认为 大多数人啊 就觉得这女的太讨厌 哪来的优越感 是 所以啊 就一个是有啊 互相看片的这个成分 是的 再有一个 我现在就是反攻自省啊 就是说 会不会啊 你比如说有一次 我答应一个哥们 就是帮人家去主持 就是你知道 那是我终生遗憾 就是这个吴清源老人 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一百岁 给他过生日 在那个之后 没多久 吴清源就过世了 我答应了 答应了呢 就是人啊 有的时候 就只是当时一枉然 就莫名其妙的 就胡弄过 忘了 我当时在香港 最后就没去 事后我只跟人道歉 就就是晚不回的 这种后悔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概率也可能是啊 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 你 你知道我体验过 就是 你这对 借题发挥 你知道我体验过 按说我这么坚强的人 对吧 有一次呢 实在是工作安排的太多了 太忙了 就是几天 一天飞一个城市 三四个城市 我这最后都长了寻马枕 不是不是寻马枕 你那是寻马枕 我长了那种 带让炮枕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到了最后一个活 是拍一个宣传片 其实咱们不是计较 生活待遇的那个人 但是我就发现啊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种 明届 自我怜悯 自我委屈 一到一到那儿 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打电话 就骂大街 我说他不是说五星级酒店吧 这不是招待所 然后他赶快 我从来不会挑剔 就是抱怨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都快哭了 其实我后来觉得 实际是这几天以来的这个 然后最后说 哎呀 这个一个打一把电话 到了那个厕所 我说这马桶还是蹲着的 就后来我完全是个怨妇 我觉得其实就是崩溃了 其实就是崩溃了 对 你的如果这个崩溃被人家赶上 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猪队友 但有时候确实是猪队友 你比如说我给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时候好多年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在出版社 我年轻时候酷爱摄影 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摄影机 我买那最好的马米亚 那当时日本最好的相机 我跟那个出版社社长 巧舌如荒 跟他做了两礼拜的工作 他终于同意我买一个 那时候能报销 那时候我记得 好像两万多块钱 很贵了 那相机我买的 不管是出版社的 但是我买的就我用 别人我不让用 不让用呢 我们那美边就天天 他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拿这玩意照相 结果我们就出门了 出门 那时候开比会 就是全是作家 去30多个作家 在安慰 那时候你知道 照一彩卷是天大的事 那个总编辑批什么 乱七八糟弄 好多事 主要照的都是黑白照片 结果买了个彩卷 他拿着彩卷 拿着相机 去给这30多个作家 在一个特恶心的一块石头上 因为要黄山哪什么了 你妈妈就选好了 每个人站上去 30多个人 一次一人找一张 三十六张 没 三十六张 还有我呢 到这儿没了 崩溃了 没了有名字 拿来在中国图片社去冲去 后来谭总都是他管了 我就不管了 后来隔两天 我看他在那上班啊 他自个儿对着他的桌子 拿着手当枪 啪啪啪的一上午的 我说干嘛呢 我过去 我说你什么意思 终于拉着两个我说 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 说你看 他把胶卷认过 胶卷是白的 什么都没有 啊 没有 这三十六个人没有 就是一白卷 他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就问我说 这怎么回事 我说你 你那个卷没挂上 你叫点个儿 你拉过来挂上去 得一个一个 掰一下照一下 那个是不是 一样就没挂上 没挂上 掰一下照一下 掰一下照一下 你全是白照嘛 那卷在这侧呢 你又拿去给冲了 一冲可不是都透明的吗 你说这不是猪队友是什么 问题是 那三十多个作家不开眼 天天写信催 我那照片呢 那年头好不容易 每个人都觉得天大一事 好像是个待遇 结果弄一空卷出来 所以你这有时候 真是改着倒霉 喝凉水都塞啊 你说这 我想起我们曾经 有一摄像 我跟文道 去台湾拍片子 你说多么难得的机会 台湾有那种水稻田 就那种稻田 它美的啊 我们在那拍的时候 偶遇林怀民 那个云门舞集 我知道 林怀民要在那个稻田里 搭一个那个舞台 正在那看着 偶遇 马上我开机 就跟林怀民聊 聊的就在那个稻田旁边 亭子聊特别好 就是 发挥的都非常好啊 对吧 然后 完了之后说 好拍完了 谢谢林怀民 再见 走吧 然后那哥们检查 没有放袋子 没拍上 而且你知道 有的时候 而且你知道 我发现这人要是不顺的 有时候一个跟头 接着一个跟头的 就同样这哥们说 拉那拍上算了吧 走 好 上车 上车 走到了100公里之外的 另一个地方 一下车 这哥们说 能不能派这个车 送我回去 我说为什么 刚才检查机器的时候 我把机器落在稻田那儿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备 你不能干这种事 他是专业摄影 他只是这一次还是 有的时候点备的时候 喝凉水都不能撕压 职业 他刚才讲了一句话 叫职业好奇心 你看这么过去半天了吧 我还记住这句话 很重要 好奇心和职业好奇心 完全不一样 责任心和职业责任心 是不一样的 你做一个职业 你看我过去做编辑 干什么都是我的职业 绝对在专业上不出错 不能有这么大的纰漏 没错 你拍了拍完了 最后让人家催账 要照片你没有 你光站不着 啪啪啪的 没有用难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是说 你可以不知道 你们家酱油瓶子放哪 但是这种人在工作上 他一丝不苟 我特别疼 是吧 工作是工作 没错 克兰就是这样的人 不 未必能做到 但是我尽量能够做到 对 起码你知道什么是对的 这点很重要 明是非 是吧 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 我认为是猪队友 行 我走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主持人了 我去当演员了 非常低的片酬 从头开始 劳动妇女 撅而屁股 吭吱吱吱 就开始干活了 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而今时今日 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 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 不可能 对 最容易碰到 对 最容易碰到 这无所不在 而且现在 讲讲讲有什么奇葩 各种奇葩都有 一堆业余人都有 而且现在你要知道 有一些演员的片酬特别高 但是基础的工作人员 工资一点都没改变 而且他们是最辛苦的 每天他们工作 起码14个小时 演员可能工作12个小时 14个小时的工作人员 而且这个行是没有门槛的 你知道吗 我就挣这个 包吃包住 三千四千块钱一个月 我永远都在换 所以道具组 服装组 或者什么永远都是换新人 他没有责任感 比如导演时候把你炒 炒鱼炒了 得 接戏的事谁来负责 一片混乱 所以你就逼着你现在演员 还得系着接戏的服装 或者怎么着怎么着 都得你干呀 而且如果碰见一些什么 这种演员 如果不是非常的职业 那不是你也得承受着吗 这不就猪队友吗 甚至一些导演都非常的不专业 业余的一塌糊涂 导演业余能业余出什么幺蛾子来 当然可以 灯光 摄影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是摄影老大说了算 怎么 他怎么想 怎么玩 就是怎么一回事 这戏是摄影决定的 对呀 我最后那个剪接 我也不会 什么都不会 我就是可以吃吃喝喝 其他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挂一个导演的名 这不是大有人在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现场你是导演 我还得尊重你是导演 但是我可以不搭理你 我不跟你发生冲突 然后做好你自己本职工作 掉头就走 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方法 跟原来不太一样 影视剧这个行业发展太快 那不懂专业的人有的是 太多了 而且还装的 越是不懂的 越是说自己走着怎么着 我看了一个演员 他就跟我说具体的事 他就说他拍戏 突然那说导演还没喊听 摄影喊听 说听什么呀 说焦剧老不实 说焦剧为什么不实 因为后面是白强 然后呢 然后这摄影就提一招 说赶紧给我挂张画 挂张画这不焦剧就实了吗 人说这戏都拍一半了 突然强上堆一张画 就这样 这什么人都有 不是你说这个 我前一阵就说那什么 小鲜肉演戏的 那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有的人说 说这一老戏骨一老演员 对着六个角色 那六个角色全是替身 没有一个是真的 第一我没碰见过这样的事 第二我想说 不能光怪小鲜肉 老戏骨也有不专业的 不敬业的 比比皆是 表现在哪 我也有碰见不对戏的 他牛啊 他也是找一提身跟我对戏 我也玩没对戏 七七六月的演的全都在脸上 这种事也有啊 不是 现在那个题词都特别多 你们拍戏是不是竟有题词的 你没 我幸亏没参加过这样的事情 怎么提 演艺行业我认人多了 跟我说 说他题词气得我不行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知道吗 说我这演戏啊 那题词是发声的 发声呢 说我听的都是双声 叠着就出来了 那我不听那题词 没有人再去背了 因为任务繁重 你要要求他背 也背台词是个功夫 不能不能说 都是这样 不当然不是都是这样 就有朋友 还是认真真的 有特别认真的 有的演员 因为我认识演员多嘛 他认真的人 他就会骂这个事嘛 他骂 那有的人呢 是因为现在接戏多 来了就这么会儿功夫 有的人来了以后问什么戏 那导演有的居然跟说 你现在注意情绪就行 词后配 词后配 而且还有导演都不看剧本的 前一后果都不知道的 那怎么 那怎么弄呢 这怎么弄呢 那怎么弄呢 他看现场就 因为我这头发翘起来了 停 要演导演了 这头发给我梳一梳 这头发不行 我演这戏呢 重场戏 我前一后果清清楚 导演说我的头发不行 你说这怎么办 所以别都是重视之地 说小鲜肉 谁给小鲜肉的钱 谁在小鲜肉上 真正能得到利益最大化 说 说 说 方正你现在就是我们四个人当中的小鲜肉 对 刚才说导演 我想到一个也是朱队 当时看朱天文写这个 侯孝贤嘛 他拍一场这个剪辫子的戏 是养的这个演员养的真的辫子 几百个人 然后齐刷刷的那剪辫子 只能拍一条 然后呢就准备这个演了 然后各个这个摄箭机也开始了 然后正在剪的那一下 然后这个旁边这个记者觉得这一幕太震撼了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闪光灯 然后整场戏就不能用 就这种我觉得是 这是典型的朱队 我告诉你经常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 现在就是剧照师也是一堆热血青年 他们不懂啊 不懂来之前没有人教他们规矩 就是我现在说我不想骂小鲜肉 为什么 你们这些大人为什么不教他们规矩 我们那时候 我住行都没那么先了 但是是有老师们教我规矩的 我们在拍戏经常这边就有一个剧照师 咔嚓咔嚓咔嚓在那拍 这戏怎么 等会儿 是剧照重要还是演戏重要 你说他说这个规矩啊 真的我现在是觉得就是 我过去你知道就是不当头的时候 比如说只当一个主持人 特简单快乐 我脾气多 我在那个我们公司是有名的 我二十年工作没跟人红过脸 那些甚至有的经理就说 说闻他脾气好 从来没见过他跟人那个生活气 但是今年以来 从做这个圆周派以来 为什么 就是我怎么老是摁不住这个皮肤我 我骂了好几次人了你就光这几天 我觉得是不是更年期还是什么 不是是因为你知道吗 你开始负责这谈事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些这个不靠 我跟你说 甭说那个什么情商啊 那个什么什么这那个的 就是你知道因为一个人的不靠谱 全对的劳动啊 瞬间化为乌有 你比如说举例子就说 我们那天要录了一个节目 对吧 但这个节目很重要 就是讲宣传纪律的 谁都不能透露 对吧 谁都不能 只要播出钱 谁都不能讲 但是你知道吗 就这个有些人呢 他就要是那种爱炫 爱跟人 我就发现有些年轻人怎么能骂 那天我就骂他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 怕发朋友圈啊 剪个片子吧 把没播出的一个东西 哎 给播就来来 你看你看 我说这说了有用吗 怎么一点都没规矩啊 你一个人不靠谱 我们大家伙这么大费劲的 你说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挫火呀 就为什么一定要挫火 但我还想说 这不赖他赖你啊 你一开始 你就没有把规矩说清 说了两遍 你知道这个 所以我现在真的发现 我一接触社会 我发现这世界上 哎 人真的 你到这会儿才接触社会 先接受了两年社会 不是 我认为有些人啊 真是蠢到我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哎 这事 我又想起我爸了 我爸一辈子就老跟我们来 这个 说你看看 你看看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 文涛你老了 对 我怎么现在发现 都给我说中了呢 我跟你说了两次 怎么你就还在这事上舍了呢 你们都没听法先生的嘟嘟 他早就说过了 他心里就说都已经累了 对 不是 这个这种事是这样啊 就是你生活中 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 这是最痛苦的时候 权力是个很痛苦的事 哎 你要雍正皇上当了皇上 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 叫唯一君难 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 我比你们还难 是吧 那么 哎 那么怎么去管理呢 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 是的 哈哈 特别咱俩心眼好 哈哈哈哈 这这这这这这太虚伪了 你用心眼特脏 真的 我碰到过那老板跟我讲管理经验 他说你管理的时候你发现毛病 不能再给机会 给机会就是惩罚自己 他给我讲个例子 他说他故意司机 故意司机呢 说他出去半个月 回来的时候让这个司机去机场接他 他下了飞机找不着司机了以后 他就问 说你哪呢 司机说给忘了 忘了 他说你你在家半个月就接我这一趟 哎 你再忘了 我就竟碰这种人 哎 说你干嘛呢 你知道他说干嘛呢 打游戏呢 这这不一打游戏彻底忘了吗 但这也是个老实人 说这话 哎 他说他你接老板 你再怎么编 你也编不出来了 说啊 家里神神神生病了 那不行了 那你得老在老板下飞机的时候先接到一个短信 这叫你没忘 老板在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呢 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 好 谢谢 这老板跟我说什么呢 说当时他就气得他一怒之下 说给他开了算了 说我给你啊最后一次机会 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 就是这司机 大概在一礼拜之内 给他那奔驰撞的西班牙 然后他就跟我说 犯坏 不是犯坏 不是故意 肯定这人就乱了 乱了 他就说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 就你这 这算队友吗 这不能算队 也能算猪队友 是吧 不行了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一不解决 后面就是他 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 对 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 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 要跟你工作对接的老是这么一人 那就是柯兰的选择 我闪你圆点吧 但是我现在你看 我还是说这是原来的选择 那时候年轻 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 你就想要么绕开 要不然就就事论事 就凑乎了 只是说这事 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是屏蔽 我有一个功能 就我不喜欢你这人吧 我完全看不见 看不见 我真有这本事 我视而不见 直接走过去 你有这本事 我给你说一个 当然这个 我幸好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 你知道吗 就也是方舟这么大小年龄的 而且一定年轻貌美 所以你救了 不难看 我就跟你说签合约做广告 是给我钱的 你明白吗 最后拿合约 他们公司盖章签了字 他送到酒店来 让我签 你说我要不说 咱们得高级 人格去高级 我就说看看 我看最后 我说 这个钱多一个零啊 哇 这玩意儿吓得 我说咱俩照这钱 可就是这么多钱了 多十倍啊 我就是说这种马达哈 方舟你说 是不是 就是说人年轻 就容易毛躁呢 我觉得更容易毛躁 然后我觉得 我其实不害怕 这种马达哈 或者是有点不靠谱的 因为我觉得 那你就忍就行了 我觉得我害怕 遇到那种 工作中遇到情绪 不太稳定的 或者是很容易 就发脾气的那种 我觉得我挺害怕的 你碰见过 有人跟你发脾气的 没有 不是跟我发脾气 我当时跟克兰姐 一起录节目嘛 他就是有这个 作家写东西 然后演员来演 然后那个 因为作家写东西 压力确实特别大 他经常就写不出来嘛 写不出来 然后有一个作家 他就写不出来 然后他们摄像机 拍了半天 拍了一个小时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然后这个摄影摄像师 大概就嘟囔了一句 说哎呀 没什么好拍的 然后就撤了 作家不高兴 晚上闹到两三点钟 让这个摄影师 和所有工作人员 在操场上跑圈 就是四五圈的跑 就买个牛 就是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 然后还记得 你们这帮 就全都是去劝他 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 然后因为 因为第二天好像 也是五六点钟 就要开始拍了嘛 然后都闹到两三点钟 然后走啊 不录了呀 走啊什么的 那这种就大家所有人去劝 这种我觉得比马大哈要 要恐怖 就是不仅是耽误事的 我我跟你讲 就是所以 就方舟讲的 咱这个话题也都会来 就是说啊 你还不能歧视那些 那个什么呢 一些素质不高的人 因为 情绪不稳定 你不能说素质不高 不是就他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觉得有碰见猪队友 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 反过来想 会不会我们 也是猪队友 我说有没有可能 是这么一个情绪 我一定是 说出证据了 证据是什么 我情商特别低 如果碰见一个人 特别不靠谱 建组大概是 就是已经开始 进入拍摄状况 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 而且没事什么约喝酒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就公然就把这个人的微信 就给删了 就是再也找不着我了 就是我就消失 咱们就就说论事来拍戏 我永远拍戏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个宗旨 我是来拍戏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